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真正有诚意 要落实资讯自由法令 应该公布三个涉及公众利益的核业 第一个是包括了全冰无线上的核业 第二个是德罗巴汉水上热银计划的核业 第三个是高尔夫球场的经营核业 那么我们的首席部长在昨天已经 我所谓的这个Medical Terms叫做Spinal Reflex 就是只是在鸡垂骨那边 中央神经系统还有鸡垂骨那边 转了一圈就回答了我们 他说最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民政党的律师一直在炒装杀 他用的那个计划RGR做了 有一个报纸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我们有酸葡萄的心理 以前我们做不到 那么现在我们不满意他们做得到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提出的这个记者会 最主要关注的就是说 第一我们非常欢迎兵州政府落实这个资讯自由法令 那么我们只是想在第一步的时候 通过我们各方面来自于各方面的这个回馈 跟州政府讲应该是注意几个条文 使到这个法令真正的能够落实他的自由的精神 那么我也想告诉我们的首席部长 那就是烧安勿躁 不要每一次就很快的就那个气就生起来了 就开始骂人 不要一开始就骂人 可能应该是想一想我们讲什么东西 那么才来反应你不太迟 那么他说法令才在第一读的时候 你们就勾勾吵着什么 其实如果任何人知道法令三读的真正背后的精神跟意义 你就知道一读的时候 看有没有人要给你什么意见 二读的时候 那么第三读的时候通过就 就敲板就变成法令了 当然我们不能够等到第三读的时候 才来讲对不对 然后他说我们的律师不知道在装杀 我相信我们的首席部长也不是在装杀 因为这个简单的法律的程序 只要是一个我相信一辈班的 大学一辈班的学生应该都有读过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所以我们只是在扮演我们的学生 到底首席部长在害怕还是在恐惧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给最良性的建议 那么我一直在讲 最后我们也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到了 我们很容易生气的这个首席部长 是不是在企图在转一些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企图在使到问题失焦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记者会我们问了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请求 就是要他落实这个资讯自由的精神的时候呢 为何不事先公布三个主要的那个核业 但是经过了这一轮炒之后 为什么他们没有回答我们的那个三个条核业的问题呢 而是开始在骂我们的阿基达中 所以如果你们看来 我们有实际上评论 所谓的所谓的自由的自由的自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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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不在两天前面 所以这就是为了解 这就是这就是在谈及担担 我们在拒绝了它们 但是在拒绝的反应 他在这种口感 你拒绝了它们 我认为它们是在某些的纪纪 我认为它们是在某些纪纪的纪纪 所以你会有个检查这些关系 是的 它们是在某些关系 所以你能够的反应 或是你嘗試避避它 而第一件事,你嘗試避避它 是說他擁有OSA 加上其他人 如果你看到2,2A-D 和6A,他擁有更多的領域 但第一件事,他擁有OSA 是所謂的自由 最初是他把握手提供在中 之后再次提供了 所以哪有自由的信息 所以,他把握手提供了 他把握手提供了一次 他把握手提供了 所以,他把握手提供了 所以,他把握手提供了 所以,谁是谁提供了这个 如果我们是理解,谁是谁提供了这个 我认识最后是 所以,我们那天就 我们那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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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那些 关闸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那天就 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法令已经通过第一读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不懂,为什么一个政党 在做在野党的时候呢 一直抨计,一直反对 这个官方机密法令 可是一做了政府以后 就用这个机密法令 来搬全文照 搬到自己的 这个 这个法令的草稿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 不是不懂法令 我们不懂的是任性 我已经分不懂 我分不懂 没有 我 我 谢谢观看